未来的出入升学跟就业都有了 所以来我们商业经营科宠物经营组就读的学生 其实未来家长一点都不用担心 升学就业真的沉入我们刚刚美龙长所讲的独奉接轨 秀出毛小孩经济 台北市道江商职商业经营科110学年 分成商业经营组与宠物经营组 培育萌充产业技能 近期也透过醒无科大的牵线与业者结盟产学合作 醒无科大他们有了跟这个东升宠物云 能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学程 让我们能够加入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扩大 尤其现在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宠物云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宠物的经营上面 我想在整个市场上 它是一个很夯 而且非常有市场 产值也非常的大 那因此我们在这方面 能够培育更多良好的人才 进入这个我们商业的产业里面 我们在签约以后 我们就希望能够进入 醒无科大的东升宠物云学程 然后孩子们 学生们都能够进入这个地方来做实习 然后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 在醒无科大的东升宠物云学程里面 不仅能够学习课程 而且能够实习 更能够进入东升宠物云 实际的难够将来来做一个工作 能够让他们能够做一个良好的发展 我们人之处协理是 就是醒无的 那是校友嘛 那也因为有这种的关系 那还有就是我们总裁这边跟 我们也是希望借由产学合作的关系 然后在学术跟产业合作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学校的学生 可以做到无缝职业柜 这样的一个部分 一直以来像过去我自己是开过补习班的 那在一天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毕竟跟在职场 它是其实是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像你像好比说在学校 它可能做的是夹狗的操作 或者是模特犬 它是已经有训练过的 从小训练过的 所以它是非常安定的 在职场可能是你 一直接着一直做 它会有时间上的限制 时间到了主人要来接 那可能对学校的孩子 他可能一刚开始到职场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办法适应 所以藉由就是产学合作的实习课呢 他可以去适应说原来将来到职场的时候会是这么样的一回事 然后在这过程中他可以去调整心态去适应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让他在毕业的之前 他可以知道这是不是自己要的 我觉得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时代的趋势正在改变 那这个的改变呢 我不一定是我个人看到 但是在几年前刚好接触到所谓的毛小孩的财经济 这样的一个毛经济的产生 那这个经济的产生就表示未来趋势越来越蓬勃的发展 几年前我遇到了当时的所谓有晶片的小狗 在全台湾就已经有两百多万只 那现在呢每隔一年呢 大概都增加了二三十万只出来 表示的就是这个趋势是一直在成长的 那这个又可以凸显的就是所谓营法族的一个经济的产生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势必应该来跟所谓的学校共同分享 那我想到的就是人才的培养绝对不会说只靠大学这四年 如果能更早的来做所谓的未来的职业的选项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才会来到道江商职跟我们的林校长来跟他来分享 我觉得未来的趋势这个毛小孩的经济是有机会 可以让学生学习到三年后他要就业或升学都可以的一条路 所以我才很努力的建议他 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课程里面放入所谓的宠物经营的这个项目 宠物经营组聘请金牌师资授课 传授宠物美容 保健 照护 饰品课程 从最基本的食物训练帮毛小孩捡毛都大有学问 因为从小家里就有就是怎么讲 从小在一个很多宠物的家庭里面长大这样子 所以从小就是很喜欢小动物 就是不管什么动物都很喜欢 然后所以就是之后会想要往宠物方面去发展 然后或是一些跟流浪动物有关的方面去发展 我学应该是我们课程总共就是到目前为止有九堂 那第一堂就是只有讲学科的部分 然后后面八堂的部分有四堂是在学剪刀 就是剪夹构 然后有四堂是在就是学洗狗狗 就是一些基础的美容 因为我们秀到市场的就是毛巾剂 所以呢我们科就是决定要就是另外再增加宠物经营组 我们学校有一个很资深的老师 他的毕业学生 因为我们之前商业经营科没有宠物经营组 那一位毕业的学生呢 他自己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就去补习 然后去学宠物美容的秉级技术师征照 然后去考西级的那个美容师 然后他对宠物很有兴趣 所以呢我们经由那一位学生的介绍 因此帮我们先介绍了那个宠物美容师的老师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开始筹备我们的宠物美容教室 然后在去年四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要额外增加宠物经营组 然后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 我们的宠物美容教室就是完工 因此从去年110学年度第一学期 我们的宠物经营组就开始造成了 高中高职有宠物美容这一块的学校其实很少 那我们学校的优势呢 因为我们一方面交通便捷 二方面我们的师资是很优秀的 因为我们的师资是台湾巴克利股份有限公司的会长 然后他旗下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然后另外设备的话我们是全新的一个设备 然后我们学生的优势在于他学商业经营科之外 就是商业经营科的商业财块领域的技能之外 我们又另外学习了宠物美容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们学生学到的是两个技能 然后考取的证照也是双重的 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考电脑软体应用秉级技术试证 高二的时候我们会考门市服务的秉级技术试证 还有宠物美容秉级技术试证照 所以我们的优势是很比其他的两所学校还来得具有更有优势 而且宠物美容这一块就是现在有这个科的真的很少 萌重产业爆发 到将商职培育学生掌握宠物服务商机 增设的宠物经营组开设宠物美容 宠物照顾宠物门市经营等相关课程 并增设百万全新宠物美容专业教室 搭配专业师资 让喜爱宠物的同学可以学习到宠物经营 方面的能力及证照 学生也会有相关产业的校外实习机制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是值得和 有关产尤尤尤尤尤�玉 的版本 可以证明